我想剛剛總召已經都做了一些說明 那我想賴清德本人 就是從晚會接壁以來 他最會做的事情就是切割 如果照剛剛這樣子不斷跳票 跳票然後再圓晃 這樣的一個內容 我不知道這一次賴清德要跟誰切割 是要跟蔡英文切割嗎 因為他的通常三步驟 在我接壁的時候他不是切割 切割完之後就說我一定勵志 不是勵志他一定要好好把這個學輪案 這個貪腐案我一定要好好辦 如果跟這個事情的內容 如果跟蔡政府相關部會相關的時候 他就會說這個我們會 像王美花就會說他要送檢調 送檢調之後就偵查不公開了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賴清德本身 如果他在台南市長任內 就有一些足跡可循 這樣子的一個候選人 會值得我們大家來做信賴嗎 那不只這個居住正義的這個 社會住宅大跳票 然後還要用數字不慣的來做這個 數字魔法師之外呢 我想賴清德本人的這個 惡元對立有關兩岸論述 也是一改再改 那這個是晚會今天在這個部分會特別來做一個說明的 那我們就從這個社會住宅來看好了 民進黨政府最近呢 在716之後呢 也不斷的出來做說明 就是說他們的這個社會住宅啊 已經可以達到20萬了 然後賴清德又說他齁 再給他8年他要做到100萬 我請教一下 連20萬都做不到了 就我剛剛講的 請問這件事情到底要跟誰切割 就是你蔡英文政府的居住三次見到現在 20萬都是虛的 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張圖呢 是我大家跟大家講 就是說我希望全國對於這個居住正義有關心的民眾 都應該來好好看一下這張圖 這一張圖呢 是我們內政部呢 每個月都會公佈的全國社會住宅新辦進度統計表 那從這張表可以看得出來 中央蓋的數字 是叫做最下面那邊 叫做4597戶 地方是16913戶 剛剛我們前一張表就可以看得出來 真正有蓋完的比例非常高 是台北市這邊蓋的 這個數字會說話 很簡單 那這一張表呢 6月份的時候呢 中央的部分只掛了這個新北市的2907戶 那這2907戶很簡單 就是世大運的 那這個月他多了一些中央在各個縣市的這個數字 幫大家統計出來 那天呢我幫大家計算了一下 規劃中這一欄 三萬2301戶 目前啦 社會住宅我跟大家講比例 44%左右都在規劃中 這就是民進黨建戶 他的這個社會住宅就是他的居住正義 全部都在規劃中 然後告訴你說我的20萬戶 他把包租貸款8萬也加進去 我就快要達到了 這就是民進黨的一個說法啦 那這個是從這個居住正義 我想這個跳票是大家已經非常清楚的看到的部分 這個從數字上我想今天是再次的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主要就是再來講一下 賴清德的兩岸論述我想他為了這次的總統選舉 他的台獨青春也不要做了 這是非常清楚的 兩岸論述一改再改也缺乏主見 也是見風轉舵 我想賴清德在這個8月6號這個出席牙醫體系後援會的時候 還大開地圖炮 宣稱在野黨放棄主權 企圖形塑綠與非綠兩大意識形態的一個對立 這個是長期以來 民進黨最會用的方式就是二元對立的方式 來邊緣化第三勢力在監督政府上的一個角色 本黨重申在維護台灣主權的一個前提下 與中國進行理性務實的交流 試圖探尋兩岸和平的最大公約數 也從未宣稱放棄台灣主權 禁告賴清德副總統 身為總統候選人應該要有你的格調 用詞譴詞要特別的一個謹慎 不要隨意的挑起紛爭 否則信口不開河無助於取信於民眾 所以賴清德不斷的攻擊他黨的一個兩岸政策 但自己的立場卻是這樣反反覆 我想這張表我們有整理過給大家看過了 他在每一個時期 他在2017年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到2023年他已經開始講台灣沒有統獨問題 台海夠寬可容 台灣跟中國共存 我們反共不仿中 要談兩岸主張 我們是和平的主義者 前前後一直變 這都是賴清德 我們先把它整理出來給大家看 那很有意思的是 我們再把這一張做了一個對照表 我們 柯文哲主席 這是一張 台灣的選擇 我們民眾黨很清楚 就是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這個從表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特別要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未來這個 除了這個 剛剛賴清德的這個前後矛盾 缺乏這個核心思想之外 完全展現他這個見風轉舵的這樣的一個本性 所以更讓人民擔心是說 如果未來賴清德不幸當選 台灣的國策就會毫無主見 更可悲的是 賴清德近期的兩岸論述 可以說是完全照抄柯主席的觀點 這個時間的對照圖 我也放在這邊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所以我想 我們今天召開這樣一個記者會 幫大家整理出來的 大概一個就是 他們的說謊誠信 他們的一個政策跳票 還有賴清德本人 光兩岸論述就是反覆其詞 是這樣的一個總統候選人 不值得我們信任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並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夠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何外的折扣喔 更新鮮胞 它才能 hormon 大要慢 即興 可以選擇